來看一則醫療新聞 隨著飲食習慣的改變 臺灣的痛風病人 有年輕化的趨勢 醫生發現在十年前 男性痛風首度發作的年齡 在四十歲以下的只有三成 不過現在已經超過了七成 今年三十三歲 從事服務業的李先生 十多年前因為腳痛 無法走路 以為是扭傷所造成 於是跑到國術館去推拿 沒想到腳痛的情況 還是沒有改善 就以檢查後才發現 原來是痛風 不太能走路 因為我就是只有一個關節痛 早期的部分的話 我是發作在腳踝這裡 那這兩年都是轉移到這裡 發作的話都是這邊紅腫 所謂的痛風 其實是尿酸納炎結晶堆積 而造成的急性單一關節發炎 通常以四十歲以上的男性 為好發族群 女性發病多在停經後 但近年來 因為飲食型態的改變 發病年齡已經有下降的傾向 根據醫師臨床治療經驗發現 十年前 男性痛風首度發作年齡 低於四十歲以下者 約佔全部男性患者的三成 但現在已經超過七成 一般開始的時候 尿酸高 其實上都沒有症狀 有人會以為說 腰酸背痛是尿酸造成的 事實上都沒有相關 那比較高危險的人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說 你有家族史 像爸爸媽媽 或是有些親戚有痛風 那再加上你比較肥胖 或是你常喝酒 喝果糖 這些比較高高攝取量的人 比較容易得到痛風 醫師也警告 如果痛風時 概化甚至可能造成血管阻塞 也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因此醫師就提醒 有痛風或高尿酸血症的病人 在生活中要減少食用乾香菇海鮮 動物內臟等富含普林的食物 也要嚴格戒酒 減少食用高油脂的食物 平時要多攝取足夠的水分 才能避免誘發痛風 記者 烏鴨魚鄰國防台會報導